你拿長笛的知識拿對了嗎? 你有覺得你的技巧很難克服嗎? 那有可能是你拿長笛的知識錯了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件事 要怎麼正確的拿長笛 嗨,大家好,我是尼尖貓 歡迎來到Nicomal Flute頻道 我們今天就要來聊聊 怎麼樣是正確拿長笛的知識 這件事非常重要 為什麼這件事很重要呢? 因為你拿長笛的穩定度 它會影響到你的音準 還有你手指的靈活度 因為我們的長笛 當你沒有拿好它會前翻後翻 它就會變成 你的音準就會非常的不穩定 那你當你這樣子沒有拿穩的時候 你手指要怎麼動得快呢? 你的手就會花很多的力氣善養 去把你的長笛穩定住 那你就沒有辦法 好好的去發展你的技巧 這個是我在教學上 實際上是有遇過的 就是有一個學生 他不是從頭跟我學的 他是到後來才跟我學 那我就會發現 他其實他已經在演奏 像莫扎特這樣的寫奏曲 可是他常常吹的時候呢 他就會告訴我說 他手滑掉了 好 這個問題在你一開始在吹 初階長笛的時候 可能不會那麼明顯 可是如果你演奏到 中高階的長笛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 因為你拿長笛的知識不對 而要打掉重臉 那這樣子你會非常非常的痛苦 為什麼呢? 如果你什麼都不會 這其實沒什麼痛苦嘛 你就當做你在學一個新的東西 可是你想想看 你刷牙呢 刷了十年 突然有一天你不會刷牙了 那是怎麼樣的一個感覺 你是不是頓時間 覺得眼淚都要流下來呢? 沒有錯 所以呢千萬不要讓自己 面臨這樣的窘境 在我們學長笛一開始 我們就重視這件事情 他可以讓你在練習當中 自然而然去鍛鍊你的小肌肉群 那所以當你換了中高階長笛 你可能會覺得拿起來比較辛苦 可是不會完全等於是打掉重臉 好 所以拿長笛上呢 究竟有什麼樣的一些技巧呢 可以讓你可以穩定的吹奏呢? 首先呢 我們用這個你長笛 買長笛裡面一定會有的這個通條管 好我們拿這個來示範給大家看 在拿長笛上面 我們就當作它是一隻長笛好了 這個長笛呢 你拿長笛要它穩固呢 我們有三個支撐點 第一個支撐點呢 是在嘴巴這個位置 OK 那第二個呢 很重要非常非常也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在你的食指 那我們拿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是用這個地方去夾住你的長笛 好接著呢 是你的右手的這個大拇指 好 我們現在呢 我們來看看喔 如果呢 你把這個大拇指放在這個位置 好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 真的很穩固的去演這種場笛 它其實會轉來轉去 它是有一些小幅度的轉動 好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其實是 其實是有一點 是在用這樣子的方式去拿長笛 好你不是完全在這裡喔 你不是完全這樣子 你其實是有一點點這樣子 所以它就會有一個 跟食指的一個 互相對應的方式 等於食指這個是一個往後 大拇指這也是往前的一個力量 好 那你現在呢 再試著動一下 你會發現拿長笛穩定 非常非常多 好 這是為什麼 有些進階演奏者呢 他雖然 他的身體會隨著音樂擺動 可是他不影響他的吹奏 最主要原因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 他的手拿的非常非常的穩固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把套用到我們拿長笛上面 好 首先呢 是你吹頭這個部分 好 我們先把他放上來 然後這個是你食指的部分 好 我們來看一下食指部分 我記得我吃的長笛一開始呢 最比較不習慣 需要一直被提醒的就是這個食指 因為這個食指 不是我們常常會做的動作 它其實就會是這樣子的一個 然後等於是我用這樣 我的手去把它拖住 然後把夾 把它往內 往內 夾 然後跟你的大拇指 形成一個角度 可以看一下 像這樣子 好 那接著是我們的大拇指 好 大拇指我是拿在這個地方 這樣 然後把它往 往我的前面 我有一個力量 是往我的前面 好 然後我們把小拇指放上來 好 感覺一下喔 試著去感覺一下 好 想必你現在拿長笛的感覺 穩定很多了 然後你可以試著轉圈 好 這時候你必須要很專注的在 剛剛講的這三個點上 一個是嘴巴 食指 大拇指 好 就感覺一下 好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不要過於用力 你還是要放一點力氣進去 可是你不要太用力 用力到整個上半身都僵了 這樣你也沒辦法吹腸底 好 用的呢都是這幾塊小小的肌肉去 好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拿長笛的知識 其實是需要花半年的時間呢 讓你自己習慣 所以務必在這一點上要非常耐心 好那剛好提到呢 你拿長笛的知識穩了之後呢 你動也比較不會影響到吹腸底 但是我還是會希望 如果你現在是初學者呢 盡可能避免躲雨的動作 讓你自己先在眼周上穩定下來 然後再去追求視覺上的東西 好那剛剛講到拿長笛的這個三個知點呢 接下來呢要講到拿長笛時候的站姿 好我會建議你呢 在一開始學習 最好是 maybe前五年的時間呢 都是以站著的方式去練習 好為什麼呢 因為你站著的時候呢 他會鍛鍊到你的腿力 好如果你對人體構造一點了解的話 你會知道呢這個大腿的力氣呢 跟我們的腹部的力氣是相連通的 所以你用站姿去做練習呢 他可以鍛鍊到更多這個吹咒上會使用到的肌肉群 然後加上呢站著吹的時候 他會讓你比較注意你整體的姿勢 你也比較不會靠著一背去演奏 他會讓你所有的施力都是在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呢 我們要怎麼拿長笛的時候要怎麼站才是最平衡最穩定的方式 好講完呢你在拿長笛的很重要的三個支點之後呢 我現在呢要來跟你講講你在拿長笛的時候應該要怎麼站比較好 好就像剛剛提到了呢 若可以的話請你盡可能的都站著去做練習 因為他可以鍛鍊到你的腹部還有你的腿力 好那在拿長笛上面呢 也有非常多需要注意的事情 因為畢竟長笛它是拿橫的 它並不是完全對稱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就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去一一的檢視你的站姿 有沒有達到一個平衡協調的狀態 好首先你要注意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你要去想像你的頭頂有一條線 或是一個鉤子呢把你整個人拉直 好把你整個人拉直 好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因為我們現在很常會滑手機 穿到滑手機的話 你的頭呢就很容易這樣前傾 不置之 那又加上呢如果是女生呢 他更容易會被提醒 就是你要去挺胸 所以如果你已經有點頭往前傾的狀態 然後你要挺胸 它就會導致呢你的胸口 還有背部的肌肉都處於一個緊繃的狀態 但是因為吹長笛畢竟它不是一個非常對稱的一個催咒的方式 所以你要盡可能在你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就讓你的身體回到了一個正中心 它才不會因為你的催咒長期這樣下來導致你的身體受傷 好那第二點呢就是要讓你的長笛去找你的人 而不是你的人去找長笛 好這個理由呢跟我們剛剛第一點是一樣的 因為如果你讓你的這個人去找你的長笛呢 它會導致你整個人是前傾的 然後它會讓你整個人是處於一個緊繃的狀態 好所以務必呢要記住呢是 就是將你的手這樣子拿起來去找你的人 好那第三點呢就是你的站姿 雙腳要與肩同寬 請不要兩隻腳併在一起 因為當你與肩同寬的時候你站才會穩固 然後因為我們拿長笛這個姿勢的關係 所以你的右腳要往後半步去站立 好我們可以看一下假設說我們兩隻腳平行的狀態下 你拿起長笛的話它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好你會發現我整個人是斜出去的 好所以你要把你的右腳往後站 當你往後站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你的人它就是平衡的狀態 你就是整個人是正面的狀態在面對前方 好那為什麼不要平行的站立呢 我現在平行站立呢 去前後擺動我的身體 你可以觀察一下 你們也可以跟著試著做看看喔 去感覺一下你的身體在哪 動到哪裡的時候會緊繃會卡住 好當你在平行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呢 當你開始要擺動到這裡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卡住 你整個右半邊這邊就完全無法是往後 好那你現在試看看 把你的右腳往後半步 好那現在呢 再來試一次前後擺動你的身體 好你這次有沒有覺得動起來協調非常多呢 前後它都可以很流動的去擺動 這就是為什麼我會告訴你 你的右腳要往後站半步的原因 千萬不要平行 兩隻腳平行的站著 這樣你是很難去摧皺的 好那第四點你要注意的是呢 當你把長笛拿起來的時候 你要盡可能的呢 把你的這個 右手的手臂這個地方 離開你的身體 將長笛拿跟地面平行的狀態 雖然呢你可能會看到呢 很厲害的長笛演奏家呢 他們可能是這樣拿的 像這樣子拿的最佳代表呢 就是Denis Buryakov 我沒有很確定他的名字是不是這樣唸的 但是他吹長笛的時候 這個動作就是他的招牌動作 重點是呢 他即使是這樣拿呢 他還是可以吹皺的非常的好 但是為什麼我還是會建議呢 初學者你在拿長笛的時候 盡可能的讓你的長笛平行地板呢 因為在一開始呢 我們的嘴唇啊 口腔的控制力並沒有那麼好 所以如果你的手是拿斜的 他可能你可能就會很難找到 這個吹皺的正確的共鳴點 另外是呢 當你把這個手臂離開 不要靠著你的身體 在某一種程度上 他也是在鍛鍊你手拿長笛的力氣 每一次的練習裡面都給你這個 手臂有這樣的鍛鍊呢 你未來可以吹皺更長的曲子 你的耐力也會比較好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上課內容 之後還會推出更多關於 初學的基本功課程 再請大家好好的期待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或是我的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也不要忘記 為我的影片按讚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好啦那就這樣啦 掰掰 請問一下 我可以請問一下 我可以請問一下 我可以想成功 每次都可以請問一下 道理